所以我建议 停止一切行动 重新商量作战方案 我同意 晓风怎么样 她还好 给她点时间 上级什么意思 这次情况非常严重 上级还没有做什么对的方案 严重 没事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 先散了吧 我知道你扛不住 你后悔了吗 后悔什么 后悔她那天下山 你没有开枪打死她 我后悔 我没有拦住她 我也后悔 后悔那谁在察官 没有拿枪逼她跟我回来 她答应我要回独立团的 我相信了她 如果我是你 我同样也会相信她 爱之深 情之切 对 你没有做错 其实我心里明白 她身上有很多弱点 我也明白 如果她不会独立团 这一天迟早回来 只是我自己不肯承认 她是不是 是有问你矿白图的事啊 古震堂永远是古震堂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是独立团的真伟 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 好 这么 以后呢 要是觉得累了 来找我 上次给你那些蜂蜜花粉 我还留着 没准还可以陪你接接闷 谢谢 还是留给小凤吧 她不会比我好受的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同志们 我受中共同江特委的委派 来独立团召开紧急会议 首先 我宣布特委的决定 鉴于原独立团团长古震堂 现已叛认同题 经中共同江特委研究决定 任命许平三同志 为独立团代理团长 来来来来 古震堂排面 对八路军的威胁 对保护资源危害极大 所以特委决定 除掉古震堂 砍掉小腾俊 执行向日葵计划的组绑用意 冰山指示 这一次 一定要和地下党密切配合 共同完成出建任务 好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希望你们 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 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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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陈怡 开口闭口冰山 她是不是就是冰山 现在环境这么残酷 我当组织也有严格的规定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了 好 好 喂 喂 是我呀 还记得我吗 来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要给你表演一个魔术 你看了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看看 看看看看 我看一看 请坐 我跟你说啊 我用这个水 把这个纸点燃 你信不信啊 不信吧 你看着啊 怎么样 很神奇吧 你笑为人啊 等你精神好了 我就把里面的秘密告诉你 精神不错嘛 我告诉你啊 这个小黑块叫钠 浴水以后生成氢气和氢氧化钠 同时这个反应啊 释放出大量的热 让这个纸的温度迅速升高 达到难点 所以就点燃了 明白了吗 你太聪明了 那么简单的问题 你也想不明白 哎 怎么了 谢谢你 我想不明白了 我哥的路是他自己走的 我怪不得事 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够难受 说不难受是假的 但是你别忘了 有我在呢 对 根据兵上的要求 我打算立刻成立一个暗杀小组 目标 古震堂 这次任务由我来负责 好 参谋长 参谋长 你来配合行动 好 我说正位啊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 这件事理所当然应该由我负责 你虽然是代理团长 但还不是党员 跟地下党的联络由我出面才符合原则 而且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 大营的队伍还需要你来代理 好 上级给我们提供了一份草图 大家来看 这个铜江茶馆 就是古震堂经常去喝茶的地方 它位于街道的十字路口 这也方便我们的掩护和撤退 我会在茶馆这一带安置炸弹 好 另外 这次任务一定要严格保密 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小风 你这是 明天我也去 客官 小二 快招呼一下 来喽 客官 里面请 里面请 先生 请问您喝什么茶 有西湖龙井吗 有啊 请问您是喝新茶还是喝老茶 我喜欢喝老茶 最好是陈年老茶 张先生 您是刚从咱们老家回来的吧 是啊 刚到吧 你们老家 还让我给你烧东西呢 啊 收好 好嘞 好嘞 张先生 您慢坐 谢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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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受吗 人又不是我杀的 但是 大二 我觉得这样做有点误 你不这样做的话 那晓廷俊 能信得过我吗 大丈夫做事不拒小节 哟老板您来了 好 看里边去 好好 哟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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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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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射 好 老哥 刚才两个人接到你一个好 我们都坐了好飞机了 去两个人把大门封着 好 来 来 这边 帮我走 思琴 你现在没资格这么叫 这是你们的 第二套暗杀方案 是 我就知道 独立团不会放我 你答应过我要回独立团的 我该注意了 小童竟都给了你什么 他给了我我想要的 大瑶山 矿卖图 看了那天才查过我对你说的那番话 远敌不上小童竟对你的一些许 四季 四季 你留下吧 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 在一起 无耻 我不无耻 我只是 没有你们那么高尚 你又忘了你娘是怎么死的呢 你竟然为日本人卖命 黑幕 会杀了她的 开枪吧 你开枪吧 死在你的枪下 我不愿 开枪吧 我 你舍不得了 不 我舍得 我这辈子做的最大一件错事 就是从来的你 我恨你 小子啊 你快走 出了这个门 你以为她兄妹情分就进了 小枫 怎么这样死了 我叫你这一个妹妹 叫你这一个亲人 小枫 你跟哥干嘛 在独立团 我最不放弃的就是你了 闭嘴 从今往后 我没你这个哥哥 小枫 走啊 小枫 哥哥 是 快走 快把弹带开走 快把弹带走 快 走 上 给我上 全你给我打 打 给我打 快 快 开恩 我给你们回来 快 抓 抓住 别着急 快撕 我们掩护 撤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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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快 快 快 砍住我大哥 快 快 你坚持住 大哥 大哥 你行啊大哥 上 你不要站住啊 快给我出城 后面全民开门 小伙就来不及了 干什么呢 上 快走 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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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你带轩爷先走 我们掩护 好 走 走 走 快 走 快 后面已经没有身边了 快把身边放下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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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 来 快点 你们两个 轩爷 陈奕 你还好吧 我 不行了 四季 半个 冰山 半个 懂吗 陈奕 陈奕 你 陈奕 你 要调记自己好的衣衫 要不其一切代价 捉获古玄堂 是 找到 你会弄我 又是 又是 手续真难养吗 我真的很配合 枪打得很转 擦着心脏边 要是再歪半公分 我为你的是手续的结果 病人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他伤得很重 湿了好多的血 你急去 你必须救后他 要不我杀了你 你必须救后他 要不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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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这辈子做的最大一件错事 就是从来的你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你希望呢 都怪我一时心软 没有一枪打死他 还有小凤 我真不应该听你的 待待继续 这个决定我也有错 我 毕竟是兄妹 算了 你昨天一进他的注释回舍 我就意识到 我们这次暗闸计划要失败了 我们这次计划得如此周密 可是他们还是提前知道 小凤俊的消息实在是太灵了 难怪地下党 要临时通知第二计划 只有这样才可以 躲过蝙蝠的眼睛 还好你早知道通知之后 在第二暗杀地点 安置了炸弹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被小凤俊一网打击 会是谁泄露出去的 韩风不知道这词人物 孙管家也不可能知道 不可能是胡椒父 自始至终 他一直在我身边 只可能是一个人 不 不可能是他 正妹 你怎么了 又不舒服了 又不舒服了 等你回房休息吧 好 咱出去说 海门啊 这姑娘这个病啊 是旧病复发 估计 光喝汤药是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要不这样 我带她到山下的长远镇里 看个大夫 也好 也该让她下山看看她 那好 我去拉 当家的 这次刺杀我哥 是我犯了错 都怪我 没事的 我们都不怪你 走吧 姑娘 你这时候是不是特难受啊 要难受咱就歇会儿吧 我还行 歇会儿歇会儿 歇会儿咱们再走 慢点儿慢点儿 姑娘 这以后再遇上事啊 别太上火啊 昌言说得好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没有过不去的火炎山 你说 为什么只有孙猴子能过火炎山啊 她是火眼金睛啊 走吧 行吗 走吧 你慢点儿 族长 狗震堂一直混碎 到现在还是没有幸福 让她睡吧 睡醒了她什么都明白了 族长 我不明白 我们让她去冒险 还费力地抢救她 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你们看出来了 狗震堂虽然投伤了我们 但她的心并没有完全规矩 她和狗震堂有着千丝万流的关系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要给她下点儿混淆 让她的过去火炎就好 我一直以为是诸事回首的感受问题 原来是您给他们的可乘之计 她也会跟狗震堂团查地说再见了 她也会跟狗震团查地说再见了 我知道那两个牛人不忍心杀她 她的兄弟也不会轻易开场 便会给了她一张 那会打扫 她对狗震团的最后一点问题 所长 作为一名帝国的战士 我有勇猛 现在 越来越佩服您的智慧了 那大夫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我都记住了 你得按时吃药 如果你要没时间我就帮你一会儿 不用了我自己能应付 这走过半天我是口渴了 那借点水喝醒你啊 行啊 太太 嗯 哎呀 走渴了想借点水喝 好啊 那你们坐吧 我去给你倒水 哎麻烦您啊 没事 麻烦您啊 谢谢啊 没事 孙叔 哎 刚才那个女人您认识啊 不认识 你认识啊 哦 曾经见过 她来过我们独立团 应该有印象吧 哎 她是什么时候住到那个地方去的 应该有些日子了吧 参谋长说 是她让您把药卖到了药店 孙叔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的调查到底进展的 想到了哪一步 哎 你这个你得问参谋长 是 许平山吗 政委 下山了 哦 你们聊 那我先走了 我下山抓了两副中药 这次暗杀行动失败了 我呢想着急开个会 重点研究一下清查内奸的问题 你觉得怎么样 行 我没意见 好 同志们 因为古震堂的叛变呢 我作为代理团长 主持一下会议 首先我提出几个问题 暗杀古震堂 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小藤俊 总会提前知道 我们要采取的行动和步骤 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们独立团 腹背受敌 处处挨打 大家都知道 我们独立团 有内奸 蝙蝠 但是这个蝙蝠 到底是谁 过去呢 我怀疑过贾跃明 也怀疑过韩风 我知道 这次呢 我许平三 也成了怀疑对象 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呢 只有三个人 知道这次行动的具体方案和步骤 我们怀疑这个 提防那个 却忘了一个最该怀疑的人 是谁 上次雷震被破解 你们都怀疑过的人 难道忘了吗 董海文 所有的行动呢 他都参加了 该炸死的没被炸死 你不该炸死的 却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所以我认为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你怀疑他是内奸 那有证据吗 有 这个呢 是上位韩营长 在营救何以成的战斗中 捡到的 董海文的护身 那场战斗结束后呢 韩营长把这个护身符交给了我 韩营长 有这事儿吧 对 是我交给徐护团长 韩老三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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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我以前丢掉的稿纸啊 你丢掉的稿纸 同志们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上面是雷震图的化学公式 就凭这个 就足以证明雷震图是他泄露给鬼子的 你胡说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小藤俊开采面积这么大呢 就连过去我们没有听说过的矿 他都找到了 这说明什么呀同志们 这说明他把矿卖图也透露给鬼子了 在团里啊 只有政委和他知道矿卖图 那难道不成是政委透露的 爹 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 矿卖图也被我发现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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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爹 真的 您如果不相信 我现在就画给您看 等会儿 不 不说话了 说说吧 怎么回事啊 我不想骗大家 上次被捕 小藤俊让我喝下了一杯毒酒 其实是一种迷患药 就是这种药 套出了我的话 我还真认识他 同志们 红口白牙落地有伤害 连他自己都承认了 矿脉土是他泄露给鬼子的 那难道雷震土还有错吗 另外 你跟晓彤家族 有扯不清的关系 晓彤会自己是一个放送的 他 就是鬼子 安插在咱们独立团的间隙 许比赛女婿口喷人 晓风 古晓凤啊 你少在这儿跟我发威 上次我说你哥是叛徒的时候 你跟我携 结果呢 打独立团杀老百姓 爱杀你哥的时候 是你放送他的吧 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你跟我携 这一码归一码 不要扯在一块儿嘛 好 好 那就分开算 我先算参谋长 我再算你古英长 许如大长 你是想把独立团购款吗 适可而止的 内部不纯洁啊 那才是真的垮了 政委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你看着办吧 大家都什么意见 参谋长啊 带我们逃出火龙高 炸铁路炸大桥 按说啊不应该怀疑 但是咱们独立团啊屡屡受挫 死伤很多兄弟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很有必要追究下去 对不起了啊 参谋长 我的意见一样 我的意见一样 包包队呢 都傻了 参谋长平时怎么对你们呢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不知道吗 参谋长 对不起 你们眼睛都瞎了 良心都被狗吃了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正委 副团长 你们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当家的 怎么着 别说了 边府的事情 必须查清楚 你们就当从往查起 好啊 你既然这么说了 我也不讲 现在我宣布 立刻将董海门关押 查清楚再定罪 我看你们谁敢动 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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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造反吗 好了 你们两个人都别吵了 先把枪放下 晓风 听我的 把枪收下来 我说把枪收下来 反了你了 带走 走 走 散会吧 韩老三 晓风 韩老三 董海闻是个啥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 你故意的是吧 我和董海闻一样 不会说话 屁话 你就是放不下段当家的事 你曾经想报复 那是以前了 我把护身符交给许平三的时候 我是想报复 但是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了 我只想你过得好 那你今天为什么 你没看出来吗 许平三这是设了一个圈堂 我要是今天说了谎 我也得被逃过去 可途于贵 小缝 你放走我土人堂 许平三收拾你迟早的事 到时候把我也关去了 谁能换上忙 你少说那些好听的 你要是想帮我 现在帮我救人去 你疯了吧你 你这样你帮不了董海关 还得害了你们两个人 去还是不去 走风 孙叔怎么样了 哎呀还有一部分 上一次被许平三碰到了 那边就留了心眼儿 现在很难找机会下手 孙叔 你一定要想要办法 要尽快 放心 我答应过你爹 我要好好照顾你 这次我就是貌似也要替你拿出来 没有师祖的把握啊 千万不要冒险 安全低 实在不行 我也不会怪你呢 我知道 孙管达 我有事儿能好地商量 好 有事儿能好地商量 只要要找你 要找你 我挺好的 我知道那件不是你 可是我暂时不能听你说话 我希望你们谅解 没事 我早就知道她会这么做了 你早知道那件是她 是的 但是我没有证据 说出来也就没有意义 只会增加猜忌 那什么时候能拿到证据 这就要看孙管家的了 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了 你们只需要静观其变 对了 替我和小凤说一声 让他沉住气 这件事情 我心里有数 好 我知道了 小凤 你干吗 疯了吗 说怎么拦住他 你别入住行不行 你少管 这丫头怎么又那么茅草 我去看看吧 让开 小凤 你别动了 小凤 你这事要干什么 抢人 胡闹 卡丹的事 总之上这么多安排 你要相信组织 谁是组织 许平三 他就会再当陷害 古小凤 我警告你 你这是严重违反军纪的 我不管 我今天一定要把人交出去 小凤 你冷静点 你给我过来 胡小凤 你能不能先冷静一点 我知道海南是被冤枉的 她让我告诉你 她一定会想办法出来的 这要之后 开了她 胡小凤 你最好马上回去 不然我来一起抓捕 许平三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动我爷们 我得你随时厚住 走 周凤 你听她说话的意思 我说她想滑边一点都没有错 赵正伟 赵 赵 你怎么来了 你的病还没好 千万别着急上火 没什么大不了 来坐 那件事啊 我们曾经怀疑过你 真的是很抱歉 没事 不过我现在知道不是你 这样最好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了这种信任 我才能帮上忙 是啊 陈衣牺牲了 东海文又被关了起来 胡小凤也忙忙撞撞的 我现在身边那边的事忙的人 我真的是没有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 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 我们就好像是一支孤军 突然没了方向 我打算去找冰山 可现在进程很危险的 想不了那么多了 许平三现在是团长 所有证据对海文不利 虽然海文有他的计划 可是万一计划失败 只有冰山能够控制局面 那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 不用了 你帮我盯着营地 特别是顾小凤的情绪 千万不要让他惹祸了 好 这次下山一定要多加小心 是 谢谢 小杨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 好 孙叔 姑娘 下山哪 嗯 病好点没 好多了 哎呀 只要一天比一天好就行 谢谢您的关心 您今天还去卖药啊 是啊 现在这时间紧迫 又怕风筝带解 到时候办不成事 这么说 您卖草药就是为了接近那家药店 你们到底在找什么 不容易 我到了 我们有一个药盆 这是第一个药盆 是你的药盆 是你 你最后是你 可以把药盆